是爱情找到了算法 还是算法定义了爱情 欢迎来到东方卫视 全新推出的人工智能 助力爱情匹配的 实验类交友节目 因爱相约 大家好 我是有邝 大家好 我是袁振杰 同时欢迎一直陪伴我们 男女嘉宾为他们的爱情 保驾护航的心理 情感专家 余志玲老师 欢迎您 欢迎余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接下来呢 让我们请出我们的秘密武器 小爱老师 欢迎小爱 大家好 智能小红娘小爱老师 又要再次为诞生青年操心了 这次不仅我升级变得更厉害了 咱们节目的规则 也均加入了立脉环节呢 好好珍惜和我们女嘉宾 交流的机会有 不然一不小心就被封口了 一脉太刺激了 好 接下来我们马上请出第一位女嘉宾 有请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节目官方账号 也可进入《因爱相约》话题页 参与讨论 边看边聊 接受更多爱情攻略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精彩新浪娱乐 微博娱乐 微博终印 新浪终印 这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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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嘉宾从动画上看就好看了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很阳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感觉还挺可爱的 新动隧道内的这位女嘉宾是陈雅诗 她今年23岁 曾在西安读书 现在定居浙江金华 是一名新媒体短剧行业的从业者 短剧 咱们这儿也有短剧演员 请准备回答问题 你听到过最特别的赞美是什么 别人都说 我是他们的白月光是旧书 哇 这个应该 应该很有魅力 很有气质 对 把月光啊 好 上 有第一位男嘉宾出场 这不是冯正欣吗 冯老师 冯老师你来了 是 冯老师 你的前男友是什么类型的 我的前男友是任何类型 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 没谈过恋爱 冯老师 这个非你莫数 初恋 这行 这个 我再上一上 这怎么不正宠的感觉没谈过恋爱 什么样的表白会让你心动 霸道总裁是表白 一把把我拉入怀里说 女人 后半辈子由我来照顾你保护你 真的很短日 那不适合那个金城武吗 女人 如果你去想起引我的注意力的话 那你做到了 偶像区 有霸道总裁马上 你说霸总这两位就出来霸总马上冲上车 这个我很熟悉 这么多霸道总裁上来了 站满了 果然 十位男士全部满席 是 接下来我通过智能算法 为你生成了一些异性的形象 请你从中挑选出心仪的照片 我觉得挑颜 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男嘉宾 因为这一轮啊 男生的颜值非常扛打 对 我们的前期数据采集 包含四个维度 你希望匹配综合平均分最高的男嘉宾 还是侧重某一个维度的数据排名 我选综合 信息收集已完成 接下来我将把你传送到主舞台 OK 到底女生是什么样子的呢 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陈雅诗 陈雅诗 其实我也很期待 期待 期待 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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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瘦啊 哇 哇 好漂亮 大家好 哇 真是白月光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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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导师好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陈雅诗 然后我的工作是拍摄短剧 在剧里我是抢夺别人爱情的恶毒女二 在剧外我是他人口中的白月光 二十三岁的母胎獨舞 希望上这个节目有男嘉宾可以敲响我的恋爱铃铃铃 确实是这样 因为很多的剧呢 他为了让普通人有代入感 他女一都是相貌平平 又很贫穷 然后整天呢 对男主态度很差 脾气不好 对 但男主还是那么痴情的爱他 对 然后女二是各种完美 就是被看不上 是的 是吗 没错 是 让我通过计算 为你匹配出最适合你的五位 进入玻璃房进行下一轮的交流 现在开始进行数据匹配 好紧张 真的紧张 匹配完成 这个五位男生啊应该可以说是才华很矣 是 颜值扛顶 还有综合实力非常强的 你今天是来着了 喜不期待 超级期待 来 请显示五位男嘉宾 你好 好可爱啊 是吗 你还别说每一位其实都是不一样款的 是的 对 我是首先看男嘉宾的衣服们 这五个里面你比较喜欢谁的传达 我比较喜欢 五号在干什么吗 我比较喜欢一号 三号和五号 一三五是吧 你想先听谁自我介绍 那就从一号吧 我叫图杰 我来自云南昆明 身高是181 然后集中75公斤 然后我现在是一名民航飞行员 然后是去年毕业 刚入职韩司不久 还在进培训 副业的话 现在业余时间的话 我会做一个平面的模特 和一些业余的一些特要演员 我觉得女嘉宾的性格我非常喜欢 我就喜欢这种非常活泼的 有朝气的女孩 哇 你好会看人 你的身高我非常满意 你说你181的时候 我眼睛都亮了 放光了 然后出一个小的好处 做我们飞旋的女朋友的话 是有免费机票的哦 以后你的旅行全部报销哦 哇 我的眼睛亮了 雅师 我又亮了眼睛 你清醒一点 你真的很容易被那个 这么小的一个 咱不能自己买张机票吗 活泼 可爱 长得也好看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女嘉宾 接下来想听听谁 大家好 好 我叫王亨宇 身高是1米8米 体重是75公斤 哇 你的身高 让我眼前更一亮了 我平常也会拍一些短剧 然后拍一些广告TVC之类的 还是同行 同行 那对他的延迟 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判断了啊 很巧 然后也是在我们的一个 精华那边 然后也是 对 我也是在横店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 好像有点眼熟的感觉 也许在什么地方就见过 因为横店也不是很大 我很喜欢那种活泼 可爱 像林家妹妹一样的女生 所以说很期待 能可有更多的交流 这已经开始表白了 但是我可能 有一点不想找同行哦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你也懂啊 时间方面啊 万一就是 我这边刚下戏 然后你那边又上戏了 会经常这样时间插开怎么办呀 我但凡没有工作 我肯定会去探班 然后会去陪着你 会为爱放弃几部戏是吗 为你可以 我肯定会去 我肯定会去 三号发力了 三号发力了 爱江山更爱美人了 真的 遇到心动的人就是不一样 嗯 完了 志老师赶紧 她上头了 上头了 哎呀妈已经对上了 没有机会了 两个人我觉得也可以演一下荧幕情侣啊 或者在同一部戏里出现啊 嗯 包括互相去探班啊 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可以协调的 是 但是唯一会有一点 可能你们两个在收入上都会有点不稳定 这个不知道你会不会把它考虑进去 嗯 一下子感觉又好像清醒一点 哎 清醒了吧 哦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就是负责干嘛的 就是给嘉宾突然特别热烈上头的时候 冷静一下 比较清醒 啊 冷静一下 来 我们看看五号啊 刚刚对五号也是很有兴趣的 嗯 我是杨夕阳 我今年27岁 然后身高是183 介于他们两个中间 然后呢 有一家自己的奢侈品店 二奢店 我平常也会喜欢运动 我看女嘉宾也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 我就喜欢这种动起来的美女 陈雅师 我要告诉你一个惊天小秘密 她非常非常有明星化呢 与一位当红艺人相似度达到90% 哦 对了 她们都说我长得像白静庭 真的吗 这个我不太好评价 我只能说可能有一点点神似 对 她们都说我非常神似 但是呢 我觉得我就是我 我一定是一个你会喜欢的有趣的灵魂 总之颜值绝对不低 好 四号 我叫石沟洞 今年26岁 来自陕西西安人 很巧 我看你星星你是在西安上学 是 然后我也是在西安读书 工作呢 是在西安 我有一家自己的男士的服装定制店 对 然后我平常的爱好呢 就是喜欢买菜做饭 因为我是一个吃货 对 就我特别喜欢吃鸡肉嘛 我最难受 我经常会自己做青椒炒鸡腿 是我最喜欢的 对 下饭 而且四号 她在《碳水之都》 依然保持着非常棒的身材 她是真正的健身达人 没错 所以你看我说你今天来着乐 绝对没有骗你吧 没有 两位帅哥 短剧演员和平面模特 两位霸总 二色店的老板和男装的老板 还要隆重推荐一位诗人 她一定会为你做一首以你名字 作为藏头的这种藏头诗 哎呀就是类似于什么呢 陈瑜落雁帽 余老师先做起来了 雅致淑女心 诗意人生里应有缝润心 哇 老师做得比我好 哇 老师做得比我好 太厉害了 把两个人都圈在一块了 余老师把 把我们雅师的名字抗头 把我抗头 天呐 你这么 我这是抛砖啊 冯润欣就是 就写这种呢 简直就是小菜 我得 老师你已经把这个 你不是抛砖引玉 你气了个高台 不 陈老师我突然为你担心 对对对 我感觉压力好大 我是冯润欣 今年30岁 我的硕士和本科 都是985大学毕业 然后我现在呢 是从事央企的办公室管理工作 还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我既是一个积极向上的 有违青年 也是一个喜欢写诗的文艺青年 关键他跟你有一点很像 他也是母胎solo到现在 对 是的 一直在等一轮洁白的月光 居然也是母胎solo 对 我没有想到 就像我们没有想到 你到现在也没有恋爱经历一样 对 你到现在23岁没有恋爱过 其实我确实是没有谈过 但是不代表我没有跟男生交流过 接触过 我在大学其实有过一个 相互有一点喜欢 有一点好感 而且是从朋友来的 暧昧期 但是没有进入到实质的确认关系 对 我们俩都能感觉到 对方有一点喜欢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还是不够喜欢 两个人也都不够主动 就都没有人去他那一步 对 那就怪他呀 男生不主动在干嘛呢等着 对 我女孩子 为什么要女孩子主动 对呀 我是个被动的女孩 是 听到了吗 各位男嘉宾 她是被动的女孩 如果喜欢就主动一点 她已经在后面 你怎么还不跟我说 那男生就是像木头一样 对 好会撒娇 我是有点冲动的 但你上肯定可以上 我胆子是比较小但是 好嘞 接下来呢 你有必卖的权利 在你选择之前 对 可以听尽小爱老师的建议 对 做个参考 哎呀 五位都是非常优秀的男嘉宾 怎么会让我做这么残酷的建议呢 反正留我就行了 可能因为二号冯润鑫的性格关系 有点过于沉稳内敛了 与女嘉宾的交流比较少 所以目前的互动得分是最低的 哎呀 冯润鑫 二号试还没念呢 冯老师危险 好 该做出你的判断了 是相信小爱老师的推荐 还是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 其实我心里有一点想法 第三号试试 二号或者五号我感觉 我想选择比麦的男嘉宾是 四号 然后二号男嘉宾 因为我感觉四号男嘉宾对我好像也不是很积极 不积极要比你麦哦 没事 真的爱的话也可以让人传话 也可以抢亲对吧 没错 对不起了冯老师 吃过冻 暂时把你的麦克风关闭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通过一段VCR来更多地了解一下你 就凭你也配 就凭你也配 嗯 可以 一会儿就这么演 我是陈雅诗 一个短剧演员 你们有没有被开头的恶毒女儿吓到呀 别怕哦 我本人性格很好的 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拍戏拍戏拍戏 对啊 独立坚强是我一直努力成为的大女主 但开心果女孩也会有需要安慰的时候 我不需要短距离霸气和抓马的爱情 只想要过踏实平淡的日子 那个爱我疼我的她 会是你吗 你知道不是所有的女演员都敢把自己素颜放到镜头上的 人家青春亮丽有自信啊 对啊 而且这就是平时她工作的状态 因为给一些就是没有见识过这个短剧幕后的人 告诉一下 其实短剧演员非常的辛苦 很辛苦 工作天天超时 嗯 不是八小时 是十二到十六小时齐步 是的 其实我拍剧一直没有拍到过小娇七 我就是我每天幻想自己能跟霸道总裁一起谈恋爱一起生活 然后也很想当一回小女人小娇七 这样的女嘉宾你不心动吗 我心动 对吧 为了让大家能更好地了解陈雅诗的工作 想要我添加了短剧脚本编写功能 来为大家生成恋爱类短片剧本 快来争作陈雅诗恋爱的男主角吧 AI生成的短剧本 有雅诗和现场的男嘉宾格聪演戏 直接来感受一下这个女人和情绪上的互动感 好 咱们先打个样好吧 三号比较专业 我们让三号和雅诗先演一段 可以 专业对口 短剧一已生成 老渔夫很适合袁承杰 老渔夫是什么角色 老渔夫是什么角色 为什么一定要在渔夫前加个老字 老渔夫 雅诗你是美丽的幻纱女 男主角就是 三号 小王你是有才华的文人默客 诶 陈雅诗在西边幻纱 男主角路过西边被陈雅诗的美丽所吸引 在西边幻纱 在西边幻纱女 宛若水中仙 公子谬赞了 姑娘莫怪 在下一时被姑娘的美丽所吸引 骗尸了你 公子言重了 在下是一名学子 四处游历寻找灵感 今日路过此处 有幸见到姑娘 乃是缘分 原来公子是文人 小女子对诗词也略知一二 不知公子可否赐教 姑娘请说 花开花落 终有时 相逢相聚 本无异 请公子接下一句 有了 缘起缘灭 缘如水 情深情浅 情难移 公子果然才花横溢 这时老渔夫走了过来 哎 妹妹你坐船头啊 哥哥在岸上走 哎呀 才子佳人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充值 哇你好懂啊 我觉得他们音色 声音的状态 是 就是有画面的 对对对 尤其我听到三号 他那个气息的那个感觉 当时我这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嗯 我觉得这不是单纯的表演 他是真走心 好 看完他们这段 觉得自己能演得更好的 来 谁想演 他们 四号 很想演 四号 雅俱吗 首语 我来吧 一号 你看 有信心的男人 对 我是女二号 等一下 不是 你怎么能让雅诗 对呀 你演女二号 我也女二呀 让雅诗演女主角 温柔善良 不可能就是 他们想 就是大家看我的 想看看你女二的那个 反差 那这个难度其实就是在鱼有矿身上 因为她也 我很难演白月光了 哎 其实你真挺符合就是短剧女主的这个要求 你老师太骂人了你 哈哈 不是我鼓励你 你才能入戏啊 对 接地气的白女主 对 什么剧的名 女主名字会叫白月光 白月光在图书馆外等人 看到男主角和陈雅诗从图书馆里走了出来 有说有笑 白月光脸色微变 你们怎么在一起 男主角看到白月光略选慌张 白月光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只是偶然碰到 白月光真的只是巧合 你别误会 偶然碰到会这么开心 有这么多巧合吗 你记住你是女主角 收敛一点 我是女主角 好拼哪有吗 我看你们就是故意瞒着我 陈雅诗你一直就不安好心 姐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我和他真的没什么 姐姐 你不要这么敏感嘛 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了 你这样怀疑我们 我真的好心疼哥哥 白月光你冷静点 真的没什么 我冷静我冷静我怎么冷静 你们这样让我怎么相信你 对不起了姐姐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想 哎呦哥哥 我都这么跟姐姐道歉了 他还生我的气怎么办呀 不是 你们这个剧肯定收视率 不是点击率 爆表吗 爆表 一定爆 因为他们说为什么女主角 更颠 这时候让我突然觉得女儿都有点可爱的起来 也不觉得她是绿茶了 谁会拒绝一个这么贴心的好妹妹呢 哎呀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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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呢 你的职业有个问题 就是你经常接触非常多的帅哥 你的审美欲职被无形中拉高了 哎呀对 这个我觉得说得特别对 对 是吧 你们这个现在短剧男演员真的一个比一个帅 然后呢 等到如果真要往前发展了 可能又会前怕狼后怕虎 当然这不是说什么缺点 而是年轻的时候 往往都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建议你呢 就是大胆地去尝试 不要想得过多 女嘉宾 我觉得你不用想太多 你说 找一个同行 每天都能有共同话题 拜托 拍剧很累 工作很累 我们回到家 只想聊点别的 你又来跟我聊工作的事情 这不累吗 艾特3号 对 艾特3号 然后再说到说距离的情况 我好像记得头等舱是报销不了的耶 艾特3号 他一句话里吊了两个男嘉宾 是 我告诉你他自己在拉仇恨了啊 我很不服气 就是 我觉得两个人在生活中有一些共同语言 不代表就是只有工作 如果是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一起 我觉得我可以去体谅你 然后去理解你 然后并且在生活中也可以去帮到你 因为我也是一个 比较会给情绪价值的人 其实我谈恋爱中 我也是非常喜欢 非常希望说两个人能够相伴彼此 不需要很多轰轰烈烈的仪式 只需要我们含情默默地相守 我觉得这就是感情最好的生文方式 我好喜欢你的回答 我觉得陪伴真的很重要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我最需要的可能就是陪伴 我特别理解 因为其实我也没嫖过 我那时候我会做一些非常 现在看似很艺人的动作 就是晚上在那边守着自己的电话 只要有任何人在那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说晚上KTV要不要唱个歌 吃个饭 或者坐一下喝个小酒 马上第一时间就冲出去了 但是回家之后又很虚无是不是 其实回来之后也更是空虚 为什么 因为都是孤独寂寞的灵魂聚在一起 对 相互去呢 当你两个小时刷过去 没有人给你发消息的时候 你说我可能被朋友们遗忘了 会有那种感觉的 所以我特别理解 现在雅师在横店那种状态 他不是粘人 他是真的在那个城市 但是一个人会孤独 来 3号 你又要表达了 是这样的 其实我就是会有这种感同身受 就是你越在外边漂泊的时间越久 你就会越想家 然后就越想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 我有时候也会幻想 就是每当我下班以后 然后我一推开门 我就看着空荡到家里边 我就想着 如果说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 能出现在我身边 有一个人能等着我 那该多好啊 对我跟你一模一样 这个 3号哭了 没事的 怪哥哥你刚刚说的那段话太走心了 有吗 对啊 孤独这一段 走心 好的 我们女嘉宾可能要做最后的选择了 你是不可以选择2号和4号的 因为你把她选择毙败了 但是她们还是可以抢亲 你只能在135里选一个 你心仪的号码 所以你现在如果心里有答案的话 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如果你等一下选择的这一位 跟小艾老师为你推荐的这一位 是同一位的话 你们将直接牵手成功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两位都将来到你的面前 跟你做最后的表白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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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3号 我觉得会选5号 5号 我觉得她会选5号 我的选择是 3号 5号 5号男嘉宾 5号男嘉宾 5号 5号 哇 西洋 5号 她得不上了 5号 女生内心的感觉 认为她跟5号更加合适 那我们的小艾老师的推荐15号吗 推荐人3号呗 小艾老师推荐的可能也都是3号 真的 如果让我推荐 那就是3号 王亨宇了 没办法 男女主中成眷属是每个人都乐于所见 你们两个职业相符 互相能够理解对方 一起在事业上扶持彼此 共同前进 这不是完美的恋人关系吗 此外 这家伙的外形条件实在是太优越了 高大有形 你们的爱情风格也很匹配 很有主见 但也是温柔奉献的类型 很看好你们哦 有的看了 太好看了 好期待 两位男生抢一位女神 这个短剧本你们喜不喜欢呢 喜欢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3号5号 两位双男主 来了 帅啊 好帅啊 完了 都好帅啊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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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左边的这位5号 杨西洋 是本身你自己心意的选择 3号 王亨宇 是小爱的推荐 两位 有没有谁要先说 哇 真的好像看剧啊 这乐乐怎么一脸开花这个呢 王亨宇就开花粉了 看一笑 哎呀 好帅啊 那我先说吧 那我先说吧 女嘉宾从你站上来的那一刻 我就直接毫不犹豫的我就直接站了上去了 我虽然也看脸 虽然也看颜值 和你交堂的过程中 我也能感知到你的思想 是能够交流得非常愉快 很愉快 如沐春风感觉有收获的那种感觉 嗯 我也知道 一个人从一个城市 来到另外一个城市 去打拼 去成长 最重要的是陪伴 而我能够做到 对你的陪伴 更重要的是 我可以不需要牺牲我的工作 因为我的工作 也是有足够的自由度 当然 我的主观上 我也是非常喜欢你 一年夜一想念 遗憾无法省略 谢谢 你说了好多 谢谢你 不必承诺 无法兑现的永远 我感觉它能沉 都懂你的无缘 女嘉宾好 其实我下来的时候 就不太敢看你 因为 因为 有点不好意思 我也是在21年毕业以后 一个人来到上海 举目无亲 然后就想着能在这个地方 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然后包括之后去横店 也是一个人 所以我很能体会到 你说那种心情 包括我也一样 每天回到家 然后看着空荡荡的家里边 幻想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等你 或者说有一个人可以牵挂着你 我觉得就是会很幸福 别有期限 怎么兑现 看到你的那个时间 我就会觉得 就真的感觉好像被 丘比特的心击中了一样 我希望你可以选择我 因为爱相约 遗憾无法想念 如果你选择了我 我会用尽我的能力去照顾你 但如果你不选择我 我的好兄弟杨阳 他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男生 我会想着路过彼此的全世界 不必承诺 无法兑现的永远 我希望你可以选择我 但是如果 你选择他 我也会希望你可以开心幸福 三号又哭了 我都快被他说哭了 真是深情哪 我真的 直接定一成男人了 玉老师 其实我特别理解亨宇 因为她知道她事业 现在没有洋洋稳定 对 她希望能够让女生过得更幸福 即便她那么喜欢 因为她在告白的时候 我感觉她眼圈一直是红的 她真正的理解了 其实爱不是捆绑而是成全 现在我要做一个煞风景的主持人 两位虽然深情表白 但是依然要把机会 给到我们剩余的23位男嘉宾 你们还是有竞争的权利 如果想要和女嘉宾沟通 做最终的表白的话 就抓住这次抢亲的机会 有没有人要抢亲 5 好 谁唱 快 4 3 2 1 有人要抢亲 有人要抢亲 有人抢亲 天哪 是谁 她到底是谁呢 是在我们缘分玻璃房中的这几位 还是在我们等待区的这几位呢 让我们一起来揭晓 请打开爱情大门 一起揭晓这位男嘉宾 她到底是谁 谁啊 天哪 全新的嘉宾 这是我们的 中转站里的 中转站嘉宾刘洪源 这一位也好帅啊 她如果喜欢霸道总裁 我是比较胆小 一直都没有想挑战我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对我们嘉宾 有没有人要抢亲 加油 果然是畜生牛犊不怕火 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这个剧比我想象的更精彩 这一位男嘉宾 其实我们也比较陌生 这是第一次来到节目的刘洪源 女嘉宾 你好 我叫刘洪源 来自浙江省航州市 爱不复遇见 而我却不得见 而我却不得见 然后目前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 我感觉你可能比我还会紧张一点 我已经够紧张了 对 因为我是爱人 然后我很喜欢你的可爱活泼 然后有生命力 我在后台的时候 看见你穿着蓝色的裙子出来 然后还没有看到你的脸的时候 就很喜欢 但是我看到你的脸的时候 人已经站满了 我上不去了 我要跟弟弟说再见了 补充一下 刘洪源是学医的男孩子 非常细心 愿意给未来的女朋友做饭 也喜欢照顾小动物 说实话 她能站出来是我想不到的 她的性格是沉稳内向的 但今天勇敢了一次非常不容易 是的 我觉得你可以让我勇敢 你值得让我勇敢 然后我日常很喜欢小动物 我家里养了两只小狗 我非常有爱心 然后也非常细心 很会照顾自己的宠物 还有身边的朋友啊 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 很好的照顾你 而且我觉得虽然说 今天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哥哥在 但是我觉得我也是有优势的 我还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我也没有说在哪里定居 在哪里工作 我现在只是在实习当中 所以说如果说你工作在哪里 未来我也可以去你去的城市 而且我现在就在杭州读书 所以说离横店也是比较近 你有一段没有恋爱过 但是有一段接近恋爱的 这个这样一个经历 对 然后我也挺感同身受的 因为我以前也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也是错过吗 对是错过我觉得很可惜 我这次不想再错过了 就我很喜欢你 你知道这个是在爱情中转战里 就是全程都没有机会跟女嘉宾交流的男生 但是她敢于站出来 而且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小刘真的平时一定是很内向 很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人 然后这一次放弃了后面所有的机会 决定这么这么勇敢地站出来一次 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成功的概率太低了 扣导觉得这个有机会吗 没有 没有机会 我真的会有那种校园恋爱的 那种孤注一掷的感觉 虽然可能对她的了解不多 但我想毕竟你们都年轻 一切都可以从零开始 我还是真的觉得 人在年轻的时候 一定要体验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 我只能说今天的 你的所有的现在的举动 它的结果不一定能让女生 在最后的结果能选择你 或者真的一瞬间能喜欢上你 但是你的行为足以 让我们现在我们 这几位哥哥姐姐 能够喜欢上你这个小弟弟 非常的可爱 毕竟时间还短 你们才刚刚见面了不到五分钟 所以咱们来等待 女生最终的选择 选择她 直接和她牵手离开舞台 拒绝她 刘昏远将永远离开我们这一季 因爱相约的舞台 将不再有任何参加节目的机会 好看啊 好看啊 三号啊 你们两个太耀眼了 被军人压着的 军人是两个都很帅 你是否会接受面前的刘洪源 我的选择是 我觉得可以尝试在一起 可以尝试在一起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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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样啊 我的天哪 这个结局 谁又能想到呢 真的 可能爱情就是这么的奇妙 是 因为我很佩服你的这个勇气 而且你出来的时候感觉 好像什么霸道总裁型 都不是特别重要的 只要此场对 然后一眼看上去 会就是 你应该懂啊 就是有这种此场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恭喜 两位暂时结缘 但是同时也要感谢 王庚宇和杨夕阳的参与 是 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 这个抢亲的第三位男主 我恒刀夺爱 王亨宇 就是感觉你就是很标准的 霸道总裁型的男生 但是可能 在你回答的过程中 感觉有一些答案 不是说到我的心坎上 所以可能我会 由于这个 然后也谢谢你说了那么多 杨夕阳 你真的有点像白晶婷 很帅很帅 我感觉就是你们都很帅 其实你的回答是我在 就是这五个男嘉宾里面最满意的 但是感觉可能还是没有那种电波吧 感觉还是比较相信第一眼看过去的感觉 所以很感谢你 我觉得亚实我特别为你高兴 因为你终于迷补了那段校园恋情的遗憾 其实所有人可能都无法猜到这个结局 我觉得真的网剧都不敢这么编 放弃了霸道总裁 放弃了演艺明星 选择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大学生 但是我们在此时此刻才真正知道 就是什么叫做一见情心 先感谢一下小王和杨夕阳 你们此次的参与 对不起 这一份爱情剧本 你们不是最终的赢家 你们也不是男主角 今天只能谢谢两位暂时离场 谢谢 真的是两位非常优秀的男生 谢谢两位 去牵手吧 恭喜 恭喜两位 天哪 好扬眼 太扬眼了 祝福两位 太纯了 太纯了 希望你们能够幸福 这个衣服都很配 谢谢 谢谢 不要发疼了 可以走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了 她眼神当中还散发着一种坚定 就是让我感觉到 自己真的被重视 被选择 那我们的甜蜜会继续进行下一位女嘉宾闪亮登场 有请女嘉宾赖迪进入心动隧道 感受为爱的初体验 大波拉 哥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对 对 是的 是 对 我感觉到这位女嘉宾是赖迪 她是93年的姑娘 身高170厘米 体重60公斤 她来自南京 是一名音乐剧演员 她是音乐剧演员 93的 1米70 你喜欢异性的年龄区间是什么 年龄不设限 但目前我谈过的对象都是同龄或者比我小的 那我有机会了 上啊 没人比我小了吧 男嘉宾 你哪年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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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男嘉宾请选择 选择上 好 开始选择了第一轮 我抢起来了 抢起来了 帅帅帅帅 哦 有 四位 请准备回答问题 你在情感上是比较主动还是比较被动的 比较主动的 哦 主动好啊 主动好 主动好 哦 白晶婷小帅哥上了 好 满了 这精神压力也太大了 还有一个 我通过智能算法 为你生成了一些异性的形象 请你从中挑选出心仪的照片 我们的前期数据采集包含四个维度 你希望匹配综合平均分最高的男嘉宾 还是侧重某一个维度的数据排名 综合平均分 信息收集已完成 接下来 我将把你传送到主舞台 有请赖迪 来了啊 知性美 哦 知性美 哇 你好 我喜欢她笑起来 哇 我喜欢她笑起来 主持人好 老师好 哇 你好 充满笑容的一位女孩啊 哇 好漂亮 有点抑郁风情的感觉 有 好看的 好看的 大家好 我叫赖迪 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在舞台上激情四射的我呢 在生活中是一个打直球的一个女孩 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跟我一起去爬山旅游 同时也可以一起在家看书打游戏 感觉她的爱好都跟我一天都一样 就旅游玩运动打游戏 刚刚她说是音乐剧演员 同行 我觉得特别像迪士尼公主我出来那一刻 是同行同行 姐是专业学这个 是的 毕业于 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我梦想的学府啊 所以现在一直在从事音乐剧演员的工作 是的 舞台剧 音乐剧 话剧 儿童剧都会有演出 太棒了啊 接下来我们要来问一下小爱老师 赖迪 现在有多余五位的男嘉宾选择了你 现在进行数据匹配 匹配完成 因为某项匹配条件的原因 虽然你的爱情中转站里男嘉宾都站满了 但我只能为匹配出四个 他们是张红明 王亨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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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条件的只有这四位 至于到底是什么 就等女嘉宾自己揭晓吧 那有请我们的四位男嘉宾 来到我们的缘分玻璃房中 好的 男嘉宾已经传送 至我们的缘分玻璃房中了 我们一起请出他们 四位大帅哥 你对哪一个形象 比较感兴趣的感觉 完了 我感觉这四个人的 发型都好像啊 很像 确实 这是你选出来的 你刚不是选综合吗 一号吧 一号 来 一号 张鸿鸣有请 女嘉宾 你好 我叫张鸿鸣 你好 你好 我是91年的 然后哈尔滨人 然后身高1米86 然后是一名职业模特 然后还做一些幕后统筹 演员统筹 对 就是艺人经济那一块 对 然后刚才看上你的介绍 感觉咱们俩这个工作时间 应该比较可就 应该属于很匹配 怎么说 因为咱们都不是那种 刻意的早久晚午啊 都是属于是弹性的工作制 短短几句啊 你信息点有没有抓到 有抓到 就是感觉非常浓重的 哈尔滨口音 我也觉得 亲 对 平时还跟朋友开了一点串店 哦 是什么 串店 对 有餐饮 也有涉足 对对 然后可能今年可能春节之后吧 要和朋友再开一家面馆 开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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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一家什么 什么馆 开一家 开一家面馆 面馆 面馆 对 我们参与大亨 来 2号 王亨宇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王亨宇 然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人 然后工作呢就是在做演员 就是他统筹我 然后我做演员 我听他指挥 对 我是第一人以后 然后我会被朋友评价为叫做少年感的爹 就是我是属于会比较喜欢照顾人 但是与此同时呢也会稍微有一丢丢的 就是可能会强势一点 希望他可以在自己的节奏上面 然后我也会帮他去处理他的一个生活节奏的一方面的东西 方便问一下2号男嘉宾你多大了吗 我是98年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的意思 女生有时候说好的好的 并不是真的好的 这是我没有经验的 你刚刚这个意思是98年对你来说 是好的还是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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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 3号 你好 女嘉宾你好 我叫刘晨静来自郑州 我比较就是喜欢就是金城武这位演员嘛 所以我朋友就会开玩笑说你是郑州的金城武 我很巧啊 我跟我旁边这位2号这个男嘉宾 身高一样我也是1米88 体重也一样我也是75公斤 复制粘贴 然后呢 他是 那个平时也是做演员的拍一些剧 巧了我也是 然后我们就是完全一样复制粘贴 他今天戴了眼镜我也戴了眼镜 你们就连发型的这个分的这个方向都是一样 对 是的 三七开我 对对对 你俩也是晋升对手啊 在工作上 是的 是的 我们两个刚才已经准备在私下以后一起工作了 对 你们不应该先讨好1号 让他给你们派活吗 对对对 好的呀 方便问一下你的年龄吗 我的年龄是94年 对 这是你跟2号唯一的不同 对 我跟他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是少年 我是老年 对 对 对 我们女嘉宾93的3号注意说话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成熟 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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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也不是像女嘉宾一样是那个音乐表演专业的科班出身的 就是在女嘉宾面前抖胆也唱一下 可以就简单的点评一下 男人你引起了我的注意力 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去泪 可以再决一下 微 lemon Netκι的换花 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像啥 好 简单 唱一唱 来 睿评一下 你说 我说这个嗓子天生的条件非常好 不是有这么帅的男生给我表白 我要是女生我也开心 看到你选的了 就上来三个 我觉得直接可以拍偶像剧了 对 賴比 你刚才在通道里说 曾经只交往过比自己年纪小的男生 那么接下来 我要给你介绍的这位男嘉宾 算是我们在座四位当中 年纪最小的 虽然他很年轻 但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责任感 绝对能让你觉得 哎呀 这个小伙子可以托付终身吗 他就是四号谢宇航 哈喽 女嘉宾你好 我叫谢宇航 来自湖南长沙 然后 我应该是最小 我00年的 目前是一名旅行策划 然后呢 我同时是一名跳伞运动员 然后又是南方人 你也可以叫我飞翔的小土豆 好的 他看上去非常内向 尤其是在一二三号的秤脱下 蛮内敛的 确实 因为我是旅行策划 我需要的工作内容 是只需要手机上面能解决的 所以我在哪个城市都是可以生活的 哦 你看 霸总出来了 没问题 地话了 距离不是问题 我可以在南京 我可以在南京 掌控全国的动作 你寻演去哈尔滨 我就去哈尔滨 对 跟着走 相信我 不要只关注她的年纪 她的心理成熟度一定远远超过她的年纪 她性格上肯定是有能够匹配你的点 接下来呢 你有必卖的权利 好财忍 4号是有话说吗 就是想给自己争取一下机会 不要把我拉掉 这样我会非常伤心的 姐姐不要把我拉掉 姐姐姐姐 我就问你一点 如果弟弟在恋爱中叫你姐姐姐姐 你是 吃了消吗 开心呢还是 因为之前谈的弟弟都没有这样叫过 小谢以后不要叫姐姐 可能本来不想拉 你现在有点 你现在可能就 这个话还不说 小弟到你的权利了 可能会 好难为 我感觉都没办法避 都说挺好的 都没办法避 1号避 第1号吧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1号或2号 1号吧 你看 这种真的好难受啊 对 你为什么 是因为你不爱吃串吗 对不起了1号 张红明 对不起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后面还有抢亲 对 你可以在那争取一下 对 我们把1号张红明的麦克风 暂时先关闭一下 好 太难了 那接下来 我们也拍了一段 她的个人VCR 我们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是賴迪 是一个地道的广东美女 我呢 还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认输南水北调 从广东去到沈阳读大学 像是把一条热带鱼 扔进了北国的冰窟窿里 工作重返江南 目前我在南京扎根发展 成为了一名舞台剧演员 未来我还是想要回上海发展 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对于未来 我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我不想要孩子 是一名丁克主义者 我期待感情 但不愿给这份情感加上枷锁 三角虽然稳定 但两点也能连成一线 期待能够接收这一切的你 可以走进我的世界 怪不得 怪不得跟我们没有关系 看完短片 我也就不卖关子了 为什么一开始 只有四位男嘉宾来到现场呢 就是因为 只有场上这四位男嘉宾 在填写资料的时候 是选择可以接受丁克的 而其余男嘉宾都选择的是不接受 这在恋爱里 是一项比较重要的选项 所以留在爱情中转站的男嘉宾们 你们现在理解我的做法了吗 我觉得我 就真的忍不住想问 以后不管结不结婚 就是孩子是不想要的 能问一下为什么呢 我其实不是不喜欢孩子 而是 于我而言 就是还是责任干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生了孩子之后 我一定要亲自教 因为父母的育儿观念 它可能不是跟你完全一致的 是 然后秉承着对孩子的负责 我会一定想要亲自去 带着他成长 那就意味着会 我没有办法去平衡 带孩子和事业的这个关系吧 我自己的人生和去全身心的教孩子这一块 我可能更加偏向选择我自己 那如果我没有办法对他负责 那我选择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 其实我们尊重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但是有很多男士 可能最开始年轻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自由自在 我不想有小孩 但是等他后悔了 比如说四十岁五十岁 他突然想要了 那么生理方面还可以再生育 对 但是对于女孩子来说 可能就很难去买那颗后悔药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想法 我们尊重 但是你也应该帮助自己思考清楚 就是不要到 到时候突然想要了 又没有足够的条件了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 对这一类的男生女生会比较有帮助 明白 这个问题在我跟父母坦白的时候 坦白之前我也会仔细思考 然后从毕业到现在我也蛮多年了 我也会一直在思考 因为身边很多朋友都会说 那是因为你没到年龄 你等到了年龄 你就会想要孩子了 但是我比较了解我自己 比较固执 是 不要孩子是他思考得非常深度 而且跟家人已经沟通过了 是的 所以男生这方面其实就是非常重要了 小谢 你对于这个丁克家庭 你是怎么考虑的 其实对这个观念 我是持一个赞同的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想丁克 但我不坚持 不一定就是要丁克的 我觉得结不结婚 生不生孩子都是一个 需要幸福指数的东西 想要小孩子了 就顺其自然的可能就会生 就是不是不生主义 也不是毕生主义 我是幸福主义 如果真的到那个时候的话 可能会养一只阿拉斯加 萨摩耶这种可爱的小动物 家里也不会那么冷清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来 刘真敬 可能在前些年间 我跟女嘉宾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特别地坚定 不想要孩子 但是我的父母 可能不是那么地支持 尽管我已经跟他们再三表示 我可能未来不会要孩子 就是说了可能无数次了 但是他们有时候 也就是敷衍地说 行行行 那你过两年再说吧 但是你未来的某一年 肯定会后悔的 他们会这样旁敲侧击地 还是在给我这样的压力 其实我们工作性质很像 所以说我们有丁克的想法 是很正常的 就是可能你会觉得 因为工作的不稳定 或者是因为自身的条件问题 比如说如果有了孩子 可能会有什么 一些生理上的恢复期之类的 影响到未来的生活工作 我觉得呢 她在事业上 不一定会拖你的后腿 说不定还会对你有帮助 对 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龄的增长 可能你在舞台剧上 慢慢地 你要大量地塑造的是 母亲的角色 我刚才看图片就有一张 对吧 现在你有时候就在演妈妈了 那当你自己有孩子了 你对这个母亲的理解 可能会对你角色的创造 反而会有一个助力 有很多女演员啊 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上 没有取得特别突出的成就 也是不错的一个女演员 但是生了娃之后 在母婴赛道上 突然间就成了顶流 很多 而且说不定还能传承你的事业 在肚子里胎叫就是音乐剧 将来你们一起同台表演 太多了这种 有的 所以说实际上 我们要多元化地思考 不是说一定 力劝你要去生孩子 没有必要 很尊重您个人的选择 但是我们要通盘考虑 可能你的选择 就会更理性 是 是 明白的 太会举例了 那在你告诉我们你的选择之前 我们先让小艾老师 根据全场你们互动的表现 再次运算为你推荐一位 她认为目前二三四号中 最适合你的那一位 来 小艾老师请运算 我已经有了推荐给你的人选 先买个关子 你做完选择再告诉你哦 好 接下来 请我们的小迪来到舞台中央 面对四位男嘉宾的方向 那要跟你说的是 在你爆出你选择的号码之后 假如你选择的这位嘉宾 跟小艾老师跟你推荐的是同一位的话 你们将直接牵手成功 因为你们的选择 也得到了人工智能算法的肯定 那假如并不是同一位的话 这两位将同时来到舞台中央 跟你进一步的对话 绝对是四号 四号更年轻 更有活力的感觉 不好猜 不好猜 我觉得三号还可以 三号还适合呢 所以赖迪 你最后的选择是 三号 四号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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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艾老师 刘晨静 小艾选择了我们的三号 我这个三号 那请问小艾老师三号刘晨 是不是你的选择呢 是不是你的选择呢 我觉得可能会是天作之和 恭喜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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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晨静也是小艾老师的大数据推荐 也就是两位 天作之和 有请三号来到现场 这一顿 是 八头 漫长 漫长 掉了 太上了 晟重 金城武 这个画面好唯美 我现在有点紧张 对 因为我没有想到 小爱老师推 就是推荐的男嘉宾也是我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 就是女嘉宾选择的 也是我正好就是天作之和 因为我旁边的两位男嘉宾 在年龄上都比我小 在我看来这是优势 对 因为你也说过 你之前的恋爱 都是一些比自己小的人 雨色了 他怎么比我还紧张 对 我其实一直都蛮紧张的 就是你别看我在舞台上 可能会比较外放 但其实在生活中 我还是比较内敛 是个哀人 我们两个的年龄相仿 在工作性质上也是很相仿 然后在生活上也能有更多的契合点 能一起去好好地经营生活 就是希望我们能活在当下 然后让未来的事情交给未来 然后一起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可以啊 成了 刘哥表白了 他开心思了 我很喜欢开放式的沟通 就是我觉得很多问题 他都可以去通过沟通解决 就像你说的 未来的事情交给未来去做 所以我还是还蛮喜欢你的 因为相约 爱不再痴迷 赶紧一声表白了 那我们在这里就恭喜两位 小刘和我们的小迪牵手成功 恭喜 向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英爱相约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真的很搭配 有一种金童玉女的感觉 我觉得女嘉宾 从之前的沟通了解上来看 她是一个比较主动 而且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计划性的人 其实我在这方面 可能会比较薄弱一点 我希望就是女嘉宾能 在我身上体现她的主动 体现她的规划性 然后我会无条件地 跟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案例 就在你身边的 我年轻的时候说 肯定是那个不要孩子 是吗 必须35岁之后 才开始考虑婚姻 结果我30岁 孩子就生出来了 这份现在也不是挺好吗 人生有看一步走一步 关键是遇到了对的人 咱们共同去经营自己的感情生活 才最重要 我们这期的因爱相约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 我们下期再见 爱的算法 是我们的心上的 因爱相约 揭秘AI创作歌词全过程 刚一上来的AI写的词 像诗一样 通过不断交互和学习 AI实现了爱与算法的奇迹 我看了第一期 我觉得扣导非常有益 它还在吗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新浪微博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合作媒体新浪新闻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